各位 今天會議到此為止 上會 向人民抱歉 民進黨說他們真的盡力了 一早證據主席台部說場外天王謝長廷也來了 不再像吃牛糞的博士生志義還要請立黨院 甚至有人喊出一人99元假扣押 罵總統財產 我跟他打了三年官司了 我知道這一招可以用 而且非常有效 會我的父親得了癌症 我覺得如果他不是因為癌症而死 是因吃毒牛而死的話 那是一件非常荒謬的事情 不過顯然這些力量都不足以影響國民黨 萊茵只願意讓三館無卡入法 不過禮拜五 民進黨揚言下達動員令 這一回要看國民黨立鬼是不是敢再說 他們沒聽到人民的聲音 於是新管最後報道